第八十八集 危险的时候 你心中 都会勤意识地告诉自己 无论如何 我还有天梦哥 或者是 我只要努力修炼 天梦哥就会带我变得更加强大 对不对 霍宇浩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这时 他身体的僵硬 也已经缓解了许多 血液流转的速度 伴随着魂力运行开始加快 温暖渐渐出现 这份依赖对你来说 有的时候是好事 但有的时候就是坏事 过度的依赖 会令你迷失自我 你就是你 霍宇浩下意识 是一名人类魂师 一名人类的魂党师 而我 天梦丁禅 现在是智慧魂环 是谁的智慧魂环 是我的 这就对了 我是你的魂环 哪怕是智慧魂环 也是你的魂环 所以 你有高兴 我是你的一部分 而你并不是我的一部分 你才是那个主导者 才是我们这个共同体的主宰 所以 应该是我依附于你 而不是你依赖于我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 你就不会对我产生任何的怀疑 因为无论我做什么 我都要考虑到 是否会影响我 依附于你的这种状态 只有你好 我才能好 明白了吧 听了他这番话 霍玉浩心中 骤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他又终于明白了 自己心中刚刚出现的那种感觉是什么了 是成长 刚才这短暂的时间里 他的心成长了 多年来心中养成的怨恨 似乎淡化了几分 而更多的是他心的成长 脆弱的心变得坚硬了一些 不断的自省 令他抛却了自怨自意 充满信心的眼神 又重新恢复了 我才是主宰 我才是那个未来会守卧日月真心沉的主宰 从兵部中钻处 爬到积雪之外 霍宇浩突然有种仰天成笑的冲动 不要出声 按照我说的方向立刻走 兵地的族人来了 他们应该是感受到了兵地的气息消失 一定会很快会找过来的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到了安全的地方 才好处置兵地的事情 好 霍宇浩二把不说 朝着来时的方向 撒腿就跑 心中想通了 脚步也变得格外轻快起来 而天梦冰残都散发出他的强大的精神力 掩盖着霍宇浩的气息 至于脚印 那根本不需要担心 在这寒风鼎烈的冰雪世界 只要一阵风刮过 就会将所有的痕迹全部抹去 霍宇浩一边跑着 一边向天梦冰残倒 天梦哥 我错了 我不该怀疑你 不过 我就依旧生气 你毕竟欺骗了我 行了 别生气了 等我把兵弟处置好 你就会知道 这次冒险对你来说 有多么巨大的好处了 兵弟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是你的爱人 难道你忍心将他杀死了 变成我的魂环 嘿嘿 天梦冰残想到 你会知道的 但不是现在 不过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会骗你 你通过我的考验了 什么考验 霍宇浩有些茫然的道 天梦冰残道 当然是你的心 虽然你的小心杆脆弱了点 内心情绪很容易受到影响 但是 你就让我感受到了 你给我的那份 完完全全的信任和依赖 我虽然说你这样并不对 可是 这也让我们之间的 最后一点隔膜消失了 霍宇浩有些无奈的道 这种感觉真不怎么好 天梦冰残 呵呵想到 哈哈 有什么不好的 任何经历都有他的益处 对你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坏事 至少 以后你对朋友 会更加信任 不会轻易怀疑 霍宇浩道 你不说如何处置冰殿的事 那给我讲讲 你和冰殿的故事吧 我想听听 这爱情 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 那哥就给你讲讲 你跑快点 要是被发现了 那我们可就真的是前功尽弃了 我已经在却里跑了 霍宇浩将魂力提升到极限 脚踏鬼影迷踪 完全是在雪边上分行 因为速度很快 再加上这极寒之地的积雪 十分冷硬 竟是只留下一串不深的脚印 而不至于陷入其中 这也是他最快的前行方式 天猛兵残道 我和冰弟结约于二十万年前 那次 我从沉睡中清醒过来后 正准备再找个地方继续睡觉 他突然出现了 他是来找万年冰水的 可惜 都被哥吃光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彼此都很惊艳 葛原来的身体 你也见过吧 漂亮吗 又大又圆和金光闪闪 他也很美 我第一次看到 他那垂涛光芒闪烁的身体 还有那碧绿的大尾巴 就被他深深的吸引了 尤其是那清冷的气质 他最迷人的时候 就是骂我的时候 哪怕是要杀我 他的气质 都那么完美 霍宇浩有些不语了 秦梦哥 我觉得你不用继续讲述了 你们魂兽之间的爱情 实在无法引起我的共鸣 还有 我不得不说 你真是个花痴 人家都要杀你了 还什么完美 霍宇浩 你这臭小子敢笑啊 信不信哥立刻催过了你的精神之海 秦梦冰残老怒的大叫道 不信 有本事你毁 你毁了我的精神之海 你自己也就完蛋了 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兵地了 你舍得吗 舍得你就来啊 我才不怕了 你 天梦冰残被捏住了软肋 悲愤得道 这太清净的也不好 上了隔壳 你这臭小子就毫无忌惮了 我觉得亏了呀 霍宇浩哼了一声 哼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吃亏就是占便宜 行了 你安静点 我不分神了 这一次 霍宇浩真是将自己全部的潜能都发挥出来了 在饮食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 他几乎是以透支的方式不断狂奔 只有魂力消耗殆尖的时候才停下来 在嘴里塞了口血 然后冥想 至于那冷静的食物 他是不考虑了 这是单凭血水进行补充 对他的体能消耗可想而知 但他也没别的办法 在天梦冰残的一再催促下 他只用了十四个时辰 一天多一等的时间 就从极寒之地的核心地带跑了出来 到达了冰原地带 噗 霍宇浩蒙的衰弱厚厚的积雪之中 却是说什么也爬不起来了 体力的过度透支 令他整个人都陷入了接近虚脱的状态 幸好 到了极寒之地较为外围的地方 温度相对升高了一些 至少吃血补充水分容易了点 不行了 天梦哥 我实在跑不动了 我需要休息 再不吃东西 我就要死了 霍宇浩在心中 喃喃地说道 霍宇浩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一口口白雾不断喷出 他只居着眼前一阵阵发慌 大脑更是不断地出现晕眩感 现在 他虚弱地甚至连一个精神探测都用不出来 只想就此沉沉地睡去 哪怕是在史雷个学院 修炼最艰苦的时候 他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天梦冰惨道 就在这里吧 我刚刚探查过了 方圆百里内比较安静 没有什么浑手触摸 于浩 你现在还不能休息 接下来 才是真正考验你的时候 啊 还考验我 你让我死了得了 自从那天和天梦冰惨把话说开之后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明显亲近了许多 以至于霍宇浩在和天梦冰惨交谈的时候 也少了许多顾忌 天梦冰惨道 你真的不想要这考验了 考什么验啊 霍宇浩无奈地问道 天梦冰惨神秘一笑 我们来吉北之地是干什么的 给我决心武魂啊 你是说 你要处置兵地 霍宇浩终于反应过来了 只不过他实在是没地气 想要坐下来 力量用到一半 又倒了回去 天梦冰惨道 打对了 我先是用自己的遗退制住了兵地 然后又用精神力幻化成精神囚龙 将它暂时求见 但我的精神力 就算是本源之力 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兵地的实力太过轻荡 我已经就扛不住了 精神囚龙是什么 霍宇浩好奇地问道 天梦冰惨道 就是一种精神力气呢 我放下了身体和你融合之后 我的精神本源就独立了出来 反而令我能够施展一些技能了 可惜 我之前从你身体分离出来之后 我的精神老爷 却进一步和你融合 以后 或是用不了了 只能成为你的附庸 你要做好准备 想要融合兵地成为你的武魂 有一个前提 就是它必须要自愿 但是 哪怕是它自愿的情况下 你所要承受的压力依旧很大 它可不像我当初那样 自身能量几乎被星斗大分林的魂兽抽光了 只剩余精神本源 它可是地地道道的 三十万年级别的魂兽 而且修为是 三十九万九千九百年 那么恐怖的力量 一定是你吸收不了的 我们必须要将这部分力量也封印起来 以免把你撑保 但哪怕是封印的这个过程 对你来说成绩也依旧会不小 所以 无论如何 你必须坚持住 否则的话 咱们三个就一起玩完了 明白了吗 霍宇浩点了点头 道 明白是明白 不过 兵弟会答应吗 天梦冰残 神秘的一笑 道 哼 别看我们活了这么多年 实际上 我们却比你们人类还要怕死 谁舍得漫长的生命终结 他再看不起我 再不愿意 也没有自己的生命重要啊 我之所以将他弄到这里 一个是为了逼迫他 再一个 他那些子子孙孙背的兵闭戏 不会找过来 看疙瘩吧 你就躺着别动就行了 霍宇浩的双毛缓缓亮起 浓浓的金色光芒闪烁 紧接着 他就感受到了寒冷 虽然 没有极寒之地那么强烈 但也令他击哩哩打了个寒战 身体下意识地蜷缩了起来 很明显 天梦冰残 把他的遗退撤走了 一团金光 从过于好没清楚冒出 徐徐飘入空中 刚开始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金色光点 渐渐的 这个光点 扩张开来 准瞬间就变得有直径一米左右的光盘 金色光盘中央的光芒 开始变得虚幻起来 如果用眼睛去看 甚至连目光都要被吸入那仿若不见底的深渊 光芒一闪 一道身影从金色光盘中钻出 在他出来后的下一瞬 空中的金色也随之消失了 一个只有拳头大小的金色光团 从霍宇号额头处涌出 寻浮在半空之中 而那被射出的身影 可不正是兵闭地黄蝎吗